随着天使吹响号角,整个世界地动山摇,尖刺拔地而起,人间瞬间变成了猎狱般的存在。 那么,人类就该如何躲过这一劫呢?本集大结局,全程高能燃爆了。 看到红莲完好无事,小游兴奋不已,可红莲却挥起手中的剑,朝小游砍了下去。 还好米家及时出现,替她挡下了致命一击。 通过一番交手,米家发现红莲的实力又提升了很多,而众人也为此感到深深的疑惑。 此时,钟本人向红莲下达了命令,红莲立马将自己的血液融入箭内,然后对着人类和吸血鬼一顿乱砍。 随后,铁链开始吸收人类的血液,将其传送到了集装箱内。 随着能量处满,集装箱瞬间发生了剧烈的爆炸。 只见一轮明月缓缓地升到了半空中,众人都被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深深震撼到了。 随着双翼展开,里面竟是一个美丽的天使。 军月一下子就愣住了,那不就是自己的妹妹,未来? 就在未来吹响号角的瞬间,整个世界地动山摇,巨石拔地而起,人间瞬间成了炼狱般的存在。 而站在高处的费里德仿佛早就猜到了这一切。 钟本人也在这时下令抓住吃天使,一根根带有符咒的铁链,将天使的四肢紧紧缠绕。 军月愤怒地冲了上去,却被红莲一剑刺穿了胸膛。 看到这一幕的小悠愤怒不已,可手中的剑终究无法砍下去。 她紧紧抓住红莲的衣领,质问她,我们不是家人吗? 红莲那心红的眼睛瞬间流淌出一行热泪,可最后还是一剑刺进了小悠体内。 因为此时的她已经彻底被鬼控制。 与此同时,吃天使的后背迸发出一团巨型黑雾,紧接着毁灭的恶魔亚巴顿被召唤了出来。 原来钟本人的计划就是控制吃天使,召唤恶魔,从而统治世界。 随后,恶魔体内散发出无数的包子,在落地的瞬间变成一个个小怪兽。 然后,开始疯狂地攻击人类与吸血鬼,而米加为了保护小悠,遭到怪兽袭击,身受重伤。 小悠心疼不已,让她再次吸自己的血,可米加却告诉她,没有用的。 在怪物的结界内,伤口是无法修复的,她不断催促着小悠,赶紧逃跑。 可身为男主的小悠怎么可能独自逃命呢? 她站起身来询问米加,是不是杀掉怪物,所有人都能得救? 随后便拿起剑,刺进了自己的胸膛。 阿朱罗王告诉她,一旦吹响号角,你将不再是人。 但是为了拯救家人,小悠不得不这么做。 巨大的光柱冲天而起,身处火焰中的小悠背后长出了黑色的翅膀。 看到有未知赤天使的出现,钟母人立即下达了命令,全员出击。 而此时的小悠也已经完成了最终计划,实力更是无人能敌。 凡是触碰到岩之柱的物体,瞬间化为了灰烬。 其实,小悠就是第二赤天使,岩之王。 随后,小悠拔地而起,直冲恶魔而去,一击便将钟母人的亚巴盾秒成了渣渣。 天空也在这一瞬放晴,与此同时,赤天使未来缓缓落地,之后陷入了昏迷。 然而,此时的小悠已经彻底失去了理智,她想要将愚蠢的人类全部毁掉。 钟母人不甘心,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,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,结果被小悠轻松击败。 为了防止小悠彻底黑化,阿朱罗湾及时出现占据了她的身体。 看着小悠陷入昏迷,克鲁鲁女王决定叫她带回来,绝对不能再落入人类手中。 结果却遭到费里德暗算,被吸光了血液。 随后,费里德给克鲁鲁扣上了叛徒的罪名,重新获得了指挥权。 看到钟母人的手下追袭而来,明海用尽全力升起一堵高高的屏障,然后带领着众人逃之夭夭。 转眼,四个月过去了,钟母人在一个隐秘的山谷里,安盈扎寨,为下一次的进攻做着准备。 至于小悠一行人也终于恢复体力,接下来他们要去夺回军业的妹妹,夺回红莲。 终结的吃天使到这里就结束了,我是彤彤,让我们下期继续吧。